卢靖山出席了9月16日晚的金基奖颁奖典礼 让人疑惑的是战狼2截至目前 票房已经突破56亿元 如此高的票房 为何在金基奖上一无所获呢 带着广大读者的疑问 这里仔细介绍一下金基奖的报名程序 中国电影金基奖的评奖为 每两年评选一次 因报名餐品的各片种数量增多 为了便于评奖工作的顺利开展 餐品报名工作将分两个阶段进行 一 中小成本故事片 科教片 纪录片 戏曲片 美术片 报名日期为每年5月3日至6月10日 二 故事片 儿童片 报名日期为每年5月3日至6月30日 也就是说每年6月30日前 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局审查通过 在国内外发行的故事片 儿童片 符合条件之一者可报送餐品 只要了解这一个常识就知道 今年7月28日上映的战狼2 根本就没有报名资格参评经济奖 既然今年没有参评资格 那就无所谓获莓获奖了 女主角能够受邀参加颁奖典礼 也是一种认可 票房和口碑是对战狼2最好的肯定 来年一定可以看到战狼2 在经济奖上大放一彩 对战狼2最好的肯定 我们下期见